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觉得中国没有足球的嘛 我们觉得中国没有足球的 你在小时候就知道吗 证我那个年代没有足球的 小时候的足球是香港最厉害的 对 好像是 但我小时候觉得也振兴过一致 我记得的是那个谁啊 荣志行啊 还是荣志航啊 吴广明 那个时候是我狂追足球的 到后来就跟足球 可是就是沈香福 荣志航他们这个时代 有一次输给香港 519嘛 北京就暴动 砸车砸得一塌糊涂 看来 就在北京一次世界杯的预选赛 他们特别不能接受输给香港 那就能接受输给泰国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碰到泰国 对吧 还没碰到泰国 所以说本来啊 这个足球 我是就看一个世界杯 对吧 在徐老师的引导下 才看了看欧洲杯 我根本不会看中国踢球的 但是中国人太有出息了 就说他能让我这个非球迷啊 不得不注意到他们 就刮目相看 引起了这么大的震荡 他们能够联手把裁判 不是把教练做掉 当然他们也是痴心妄想 他做不掉 他做不掉 这个卡马乔啊 你看现在 你都感到很气愤 就拿他一点奈何都没有 他就说 第一 输给泰国 对吧 这个 我说了算 那意思 就中国足协 说了算 他这个钱一年 光他的年薪一年 税后两百八十万欧元 那还不是钞票金钱的问题吗 还有什么难得到 难得到中国了 因为我们都说 中国说 经常说钱不是问题 因为我是外行啊 我看来看去说 假如现在要把它做掉 要赔多少多少钱 那就是钱的问题嘛 那中国足球迷这么多啊 对不对 包括所有的 有权力的人都说 我是一个球迷 我也是一个球迷啊 我们凑点钱出来嘛 这个是 你说的话让我想起啊 这个什么著名的马云 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说这个世界上啊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可是呢 在我实际的生活经验里 每一次的谈判 大家开始说的啊 都是说钱不是问题 对吧 谈的是这个 谈的是那个 可是最后我总是发现 我对人生的体悟跟马云刚刚相反 我认为钱从来就是一切的问题 这个 所以我不知道 像他这个加大业大的人 说起话了 跟我的体会这么不一样 我的体会是最后就是 钱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钱不是问题 数量是问题 你的数量一大 比方说你讲到几万几万 大家觉得这不是问题 等到多少多少亿 那就是问题了 甚至你知道 我现在在这个中国行走啊 我经常发现呢 一笔很大的钱过来 的时候啊 会把一切都扭曲 有一切都要为此啊 做出改变 你比方举个例子来说 好像说我们要做个电视节目 但是我们现在条件不成熟 但是不能等了 现在有个老板表示 愿意出这一笔钱 那不管什么没到位啊 你都要上 你不上 这个机会啊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本来一部片子 如果几百万拍的话 本来大家想这样 这样这样拍 突然有人投一亿了 好了 他们的拍法就改变了 没错 演员要改变了 那观众对象要改变了 将来通过审查的标准又改变了 内容也要改变了 所以有很多片子 一大片子反而难拍了 不过中国足球的这个事情啊 就大家绝望绝望在哪里啊 绝望 你们的速度下跌 我经过好久的观察 发现这个道理 我今天呢 就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今天要讲国足了 各位我该说什么呢 一分钟 一百多条 基本上大部分的 主要的口径 一种是说 家务海战 这个是等于是家务海战 国旨啊 也有的说是 高球以后 一千年中国就没提好球 还有的更好的建议 就三位就不用说话了 互相沉默二十几分钟 无话可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无话可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正常的治理的方法 在足球这个问题上 全部管用 我们中国有几个方法 比方说第一个 你比方说讲的钱 市场化 那足球现在很多钱 大家知道 他的教练很多钱 万达自私 大笔的钱 而且这些运动员 在俱乐部 在恒大他们踢球 都很有钱 中国的足球运动员 踢的不好 但是赚钱 比很多别的运动项目的人都多 而且还的确有一个俱乐部制 也国外制 钱不解决问题 屡创新低 就越来越差了 对不对 第二 中国有个法宝 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 以前上次那个 亚洲竹联的那个 我们中国那个主席 张什么张主席啊 张什么龙啊 也说是政治问题 他说这球员不团结 互相之间都有小心眼 政治是大到国家政治 小到人是吗 那你看 抓足球鞋的体制 对不对 抓了那么多 你看现在没有用 他们说 现在突然想起 邓公当年的一句话 从娃娃抓起 他们现在发现 三十年来 就抓了几个足球鞋的头头 就抓了几个头头 对不对 政治不管用 最后第三 我们的老方法 推到国民性上 推到中国人的 很多人觉得 这次的球赛 已经不单是足球比赛了 它变成一个群体世界 网上大量的骂 骂什么都有 最后就骂到中国人自己 骂到各种各样 运动员也出来骂 范之一也出来骂 生气孩也出来骂 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骂 整个事情 现在变成一个群体世界 主要是我突然想过 我们历来的这几个 最主要的方法 突出政治 金钱跟国民性 文化 就是文化 都不管用 所以现在全国的 所有的媒体 都变成了环球日报 环这个足球 环球日报 日就是那个日 环球日报 全部都在骂 但是 怎么办呢 你刚说的三个原因 我觉得可以套用在 几乎中国 每一个领域的事情 对 但是政治问题 钱的问题 国民性的问题 那当然是有些领域 更能够看得到的 比方说足球 九十分钟 我们完全看得出 他们的表现 我记得其实这个话题 不是第一次讲 以前每一次 有一次文涛讲过之后 我就突然敏感起来 看到还真的 我记得文涛说 中国篮足球员 在运动场的表现 完全就是中国篮人的表现 这是你的表现 你说这种 少为赢了一个球 就高兴了 就放慢手脚 慢慢来 少为输了一个球 就完全失去了意志 不商不团结 不合作 我以前不觉得 听完之后 我观察 也是对的 所以包括 比方说 我记得 我们可以把卡马乔 跟前一阵子在英国 曼联退休的 费格逊 来上比 福格森 你们叫福格森 我们香港叫福格森 退休教练 这个卡马乔 香港叫干马潮 干马潮 我觉得应该叫做干马潮 像英国那个教练 大家说他怎么怎么好 他非常谦虚 也是真的 他说讲到最后 我的承受 就是那些运动员 听我的话 听话 那我不晓得 干马桥 你们叫卡马桥 能不能讲这种话 输了 其实跟我只有一半的理由 一半的关系 球员不听我话 球员不听我指挥 对不对 我觉得背后有太多的宏观跟微观的理由 但是你知道我看了一个报道 我觉得这个事 真的其实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非球迷 为什么也都感兴趣 就是说这个干马潮 这个干马潮 他是一个有 他也是有脸面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 那黄马教练 对黄马教练 黄马教练 他在黄马 他懂得辞职 他做国家 在西班牙 在欧洲做教练 他懂得要脸 他懂得辞职 中国他不辞职 因为你就是 你中国在这个国际 在整个足球的这个地盘里 你是一个人家觉得 捞钱的地方 捞钱 就脸在你这儿 就讲不上脸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有没有 绝对是 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他觉得说 我在欧洲输了球 我觉得真的是我教练的父子 对 我在中国输了球 就像我刚说的 有政治的理由 有球员不听话的理由 甚至有大量的金钱 在背后操作的理由 说不定你们 干嘛又我 说不定足球的人 怎么在做我 所以他 我就是来捞钱 我为什么辞职 对 我想起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想起今天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假如同样一个明星 他要不要脸呢 他在他重视的电影里 要脸的 他这个跟这个大导演合作 那是他的艺术 他要好好表现 那他的脸在这个圈里 可是呢 他出了名啊 他还有一些挣钱的事 比如说走学 对吧 走学那就是什么都干 那就要钱 那就要钱 那还要什么面子脸 那没有什么声 声誉可言 说的好 要面子 要面子 其实还是一种尊重 对 尊重别人 然后才尊重自己 对 实际你中国这个马槽啊 你中国这个 干马槽 干马槽 没错 是那个叫草 什么马 枪枪三元形广告 之后见 咱们看看那个6月15号 是吧 那光辉的一天 在这个球场外的这个表现 当时这个输了 输了之后 你知道吗 对 你知道到那天 踢球出现了 我很喜欢的局面 就全场观众到最后 是为了泰国队 勒鼓助威 泰国队一进球 大家热烈欢呼 猪有何罪啊 被他们这样来 你看堵塞了这个球迷 堵住了这个通道 然后你再看下一幕 你觉得呢 很像是刘德华见面会 现在的群众运动 所有的人都举着一个手机 在拍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卡马桥 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真是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我根据这个报道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就爱说钱 钱的问题啊 很有意思 就是 呃 我为了怕讲错呀 我根据这个报道 跟你们这么讲啊 这个合约是中国足球史上最不平等的一份合同 你们知道吗 这被传媒称为 两年前 组管中心 主管中心副主任余红尘飞到西班牙 他得到的指令是这次怎么着都得带回一个外籍教练 如果这次带不回一个外国人来啊 这个万达各方面的这个赞助 万达是答应给给给给工资的 但是万达答应的是给税后的 所以你知道这两年来中国足协一直用给给支给给这个卡马桥支付着每年三千万人民币的税款 这是这样来来来来来付的 所以这是个三方合约 就等于是税后的人工是万达在付 税是足协在管 卡马桥就全拿进 你看啊 这意味着短短几天时间 他必须在两个候选人当中选一个 而卡马桥是一个 另一个听说是巴斯腾 范巴斯腾 但是呢 很诡异 他们讲啊 这个事情 这个交涉过程当中啊 一直有这个 他们叫国内前客 活动着国内前客的身影 他们的身份地位能够知道中方高层的决策意见 而这个卡马桥当时的翻译啊 原来就是在中国做体育媒体的 但是中国方面好像连个合格的翻译都没有 就跟着谈 卡马桥的经济团队啊 从谈判第一天就提出苛刻的条件 就是税后高额的薪水 庞大的教练团队 这但是当这个于洪尘提出 合同里必须加上啊 如果成绩不好 中方有权解约的时候 他的卡马桥团队不干 说要不这样我们就不签了 最后逼的 这个就是 没有办法 奇怪的是呢 就在几天之后 巴斯腾那边就是另一个那个候选人那边 突然就表示啊 我们不合作 我们不给你签 于是这不就剩下 卡马桥一个人了吗 全盘中国足协接受了他的一切 签甚至签约之前 他又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要求中国足协支付一笔这次签约的经济费 数目是60万欧元 不给 不签 然后呢 于是这份合同就产生了 说是叫世界足球史上最不平等的一份外籍主教练合同 按照合同 卡马桥和他的团队可以享受430万欧元的年薪 税后430万欧元的年薪 其中仅卡马桥一个人的薪水就达到了280万欧元 同样中国足协还要负责整个教练团队在北京的租房 往返西班牙的头等舱机票 当然还有那笔60万欧元的这个用金 而且呢 他的教练团队不受任何成绩指标的束缚 所以你明白了吗傻子才辞职 为什么辞职啊 当然不辞职 干到满吗 干到满吗 最后那个才是关键 因为你坦白讲 什么多少薪水 多少签约费 什么头等飞机来回等等 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愿意付愿意给 可是任何的这种合约一定有一个指标 比方说欧洲 你一定要在一年内替我打进了联赛的 什么派生法制名人类 不然可能要你滚蛋 可能要减轻等等等等 不可能没有嘛 你没有这个的部分的话 如何来决定这个人的到底值不值得那个钱 他不是林志宁啊 他不是张子怡 不是楼德华 我不是买他的五官在那边 你做的就好了 不是嘛 你要训练出来嘛 所以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的确是最后那个部分才是关键 我觉得我有所知 他比林志宁刘德华制造的娱乐功能大多了 你看你现在中国足球哪年引起全国这么多人的注意啊 他在网上这么多的反击啊 足球现在中国足球现在起的这个娱乐大众的功能 宣泄民众情绪的功能 转移社会矛盾的功能都是卡马乔带来的功能 你们不要怪他 这跟你讲 但是这个事啊 真的就是很有意思 他这个我看很多报道里讲 你比如说啊 就在卡马乔大笔分输给泰国的当天晚上 中国足协技术部官员段明洋 在微博里说了一段话 但是呢 刚刚说了没几分钟就被拿掉了 就是这个这个微博就就就就很快删除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两年前的那一纸荒诞的合约 匪夷所思的换帅时机 为什么超越体育的力量可以明目张胆绑架中国足球 然后敢不敢问责 甚至还说感谢队员们主动放弃比赛 这是在让中国国家队重生 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两年前不敢说 现在忍无可远 这个称呼就很诡异 这个流言 是吧 有政治人士的内幕 政治人士的内幕 就是就是政治挂赛 我刚才讲了嘛 政治挂赛要抓 抓掉了原来一批官员 然后又急着要赶快出成绩 你说是政治挂赛 还有人说是经济挂赛 你枪枪三元行广告 之后见 你知道出现这样的局面谁最开心啊 谢雅龙最开心 谢雅龙在哪呢 现在肯定在劳力了 关键呢 他们在练那个什么 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有些网友说的 就别骂了 别骂了 中国足球别骂了 有些事是不会错的 比方说多修足球场 比方说中小学 多开展足球运动 我们的足球人口啊 太少 这些都是最 不管国家踢的怎么样 让足球这个运动在中国生存下去 国足怎么样不去管它了 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踢球 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既然中国人都喜欢 我觉得这是不会错的 硬性指标规定有多少足球场 中学生大学的足球踢的好的人 有优先 有奖学金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吧 这些可以实实际际的提高 就是群众运动的一种足球 我觉得这个才是不错的 至于卡马乔来了以后 你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赛都输掉了 一来啊 中国什么世界杯啊 什么什么亚洲杯啊 重要的比赛没有了 前一阵输掉以后 他们就算过了 一两年里面 中国没有重要的比赛了 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 那在中国家队的人 都去踢俱乐部队了嘛 然后他们说国家队成绩不好 有人前一阵还提出过口号 国家队为什么成绩不好 就是因为老挑强队踢 因为前一阵跟荷兰踢0比2嘛 跟巴西好像踢了个0比8 他说老挑强队踢 所以现在找泰国 所以目前呢 他们具体的说 泰国是输少点嘛 一比五 全国人民呢 全国人民是因为应该多修足球场 培养青少年踢球 足写的官员呢 应该重点研究 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软刺子 我们还能捏的 香港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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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他们说有可能 越南呢 越南也难了 越南也难了 越南也不行了 柬埔寨 最近昨天晚上大七地都进球了 人家才12万人口 大七地 有个地方澳门 澳门听说足球队好像 好像好像都是那个几乎等于伤残人士 跑步动 可是澳门的国采公司 这是我也不知道是摇眼 据说是摇眼的 15分钟停止进钱 16分钟开始就进球 买中国队数四个球 一比一百 你花八万钱就买到八百万的 就安排成数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